你今天很久沒有來取冰這裡剪石頭了 那今天剛好有空 禮拜五 我又過來了 好 我已經下來了 這裡有一個 開場時 善可接受 這裡有一個 露一點出來 都來西邊了齁 還是要跟大家聊個天 我們這次來是講一些龍蚊石的話題 我們就聊聊台灣 各地的龍蚊石的不同的形態 禮建是比較常來這個 佐水溪 這裡有一個 好 洗一下 這裡有塊礦石 所以我對佐水溪的東溫石是比較熟悉一點的 其他地方雖然說 像南部也有去撿過一兩次 但是大部分我看到的時候 都是可能人家給的 或者是人家請我幫他代工 我看到原石 甚至有一些是可能跟我還蠻喜歡的 我就跟石油問他可不可以讓場 讓給我 所以很多其實都不是 南部的都不是我撿的 這裡有一個 這個 勉勉強強 其實 如果你是到武界啊 曲賓這一代 甚至更上面松林 這邊的話 這邊都還蠻漂亮的 就是有金有玉有石 紅皮的礦皮的也蠻多的 那它都是一些圖案絨紋 或者是也有剪到絞金 也有 那 金玉石的也有 那都是橘色黃色 偏橘色黃色 偏橘色黃色 甚至有些是白色的 這塊有礦 這塊有礦喔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太陽這邊看一下 比較清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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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長得奇怪一點 也蠻重的 這邊很棒 這裡又有一個 邊邊有一些礦體 洗一下 這裡比較屬於創作料 因為它 不是正中間 含油的原石 就很漂亮了 這個 好啦 收啦 那我們繼續聊左嘴溪啦 吼 除了五屆 曲兵 還有下游一點的 這個 河流瓶 人河 明河 斷 有龍蚊石以外 也有人是有到更 上游一點 春陽 真是 那個什麼 塔羅灣溪 雲龍橋那一帶 那邊有的 就礦體還很 很滿 那 也有那種扁蛋型的 但是 我之前去剪的經驗是覺得 玉子 帶玉子 比較少 如果再往下游一點 下游一點就是 這個河流瓶啊 再過去 那個 明河啊 仁河啊 一帶 那邊的話 就是 會 因為它飄得比較遠 所以它就會洗得比較圓滑一點 它好一個 圓形 或者是也有 圖案龍 被水洗的 就是剛好看起來 就很 很恰到好處 這樣子 當個墜子 什麼什麼都不錯 那 下游一點的話 最遠 有時候到 那個 那個 二水啊 民間二水這一帶 也是 還撿得到 但是都很小顆 也有撿過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那個 河流瓶以下 因為它跟丹大溪會流 所以 感覺丹大溪那邊出很多黑龍 所以河流瓶以下 黑龍就出的蠻多 而且尤其是那種有鴿子的 很漂亮 也是一種特色 好 那大概走水期的 就簡單 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雙龍 喔 這裡有一個 洗一下 礦體厚實 那北部的話 就是宜蘭那邊 也有所謂的 玫瑰龍蚊 我沒有去撿過 但是我是看過東西啦 它就是 很多都是大石頭上面 好像綻放了一朵玫瑰花 這樣子 它很多都是從大石頭敲下來 因為它 比較 不是那種 掉下來的小顆 就是 黏在大石頭上面 好 它的北部 大概就是宜蘭那邊 什麼清水溪啊 天狗溪啊 韓溪啊 這些地方 來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 還是有點 略為一丁丁養 草屁子 這裡有一個 好 這邊有一個 洗一下 洗一下 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 好 那講完北部 我們再講一下南部 南部龍蚊石就很多 因為基本上 南部蠻多條溪流 也是都有龍蚊石 像那個 老農蚊 它再上有一點 左口蚊 還有像 愛寮蚊 屏東的 林邊蚊 上有 瓦魯斯蚊 大後蚊 也是都很有特色 螳螂 它長得蠻可愛的 你會攻擊我 嘿 好了好了 再見再見 這邊有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 大根 小小的 那 像 茂林那邊 就是出很多 那種就是 世家龍蚊 就是長了這樣 一副一副 像世家一樣 也是很漂亮 這邊有兩個 這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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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下 還說我怨天尤人 哪有啊 拜託 我都講得很正面 好不好 好啦好啦 先這樣 愛寮蚊的上游 你說三地門那邊也是出很多 很厲害的大料 那 比較值得一提是 就是 像 那個 林邊系上游啊 瓦魯斯系啊 沙厚系啊 東西也是蠻有特色的 像那個 萊伊的絞筋啊 龍蛋 紅皮的龍蛋 金沙龍蚊 這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 我們繼續剛剛的話題了 所以 整體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百件大料 就是 體型比較 體積比較大一點的話 那真的還是 南部那邊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厲害 你今天只能這樣說 其實 第一個 第一件事 基本上 形態就不一樣了 你說佐水溪 你要出多大的料 發展大 甚至以前有個 前輩跟我講說 他家裡有 頭那麼大 就已經挺驚人 說實在話 但是 各地的龍蚊石 各有特色 對不對 像 我喜歡這邊 是因為喜歡這邊 就是 它有這種 紋路啊 很漂亮啊 所以小小的 我撿起來 當墜子也不錯 自己收藏 在掌心把玩也不錯 我這邊有撿到一塊 剛剛以為它不是 我仔細看一下 你看 它這裡被磨出來 這裡是 金屬礦體 所以這都是金屬金屬 金屬 加一個 詩音這樣子 你真的如果是要比大小的話 對啦 李建真的是剪的都是小石頭 這也沒辦法啊 李建 就是 有空自己出來剪一剪 我也沒有那個有錢的阿爸 可以讓我 花錢 就是花幾十萬去買石頭 我也沒辦法 或者是聘僱人家去幫我 剪石頭 這種 這種已經是企業化經營了 我沒有辦法 你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小市民 然後也說當個Youtuber 拍拍石頭 這裡有一個 金沙龍蚊 這隻是 閃閃發亮剛好就看到 然後李建在這邊 澄清一件事 因為有時有講說 我諷刺那個 萊藝那邊的絞金是 爐花 我跟妳講這件事完全是斷章前異 這根本就是 李建是要奉勸持有說 有時候 不要再堆那麼多石頭 精緻的幾顆 漂亮的 就順過堆一大堆 不漂亮的 就這麼簡單的意思而已 然後剛好有一個前輩在下面給我留言說 所以就是 一笨斗的蚯蚓不如一隻母鴨的意思 好那我就跟他回啊 我就說 那就是 一整形的 爐花不如一個字 就這樣 人家就斷章前異說 你說 萊藝的絞金是爐花 我的老天兒啊 冤枉喔 對啊 有時候 人要老實一點 不要亂講話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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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師友 講說 李建之前教人家磨石頭 說我要 我的條件都是要 你要先跟我買很多石頭 我買我的作品 我才要教你 哪有這種事情 你講的是另外一位老師吧 我的老天兒啊 就嫁禍到我身上 好啦 這題外話 這裡有一個 一條龍 這邊 側面看一下 這個礦體 這有一個 帶一點金砂質的礦體 這邊 好 這塊大家有看到什麼 看仔細一點 對焦最清楚一點 在太陽底下 看一下 綠泥金砂 上面有金砂點點 上面有金砂點點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很明顯 很明顯 洗一洗 長得挺可愛的 對啦 好 離鍵今天點的差不多 運動量有夠了 我要準備要回去了 那 就在這邊跟大家說個再見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會不會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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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